慈悲 怜悯 創造我们的阿伯父神 主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 谢谢你过去一个礼拜的当中 带助我们经历许多的事情 或许有许多的事情 我们当中经历很多可喜乐可赞美的事 主我们将这一切献荣耀献给神 或许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也经历如水火 当中在这礼拜经历了许多困难又大又难的事 也有依着我的软弱来跌倒 主 祝你 主我们相信 我的软弱是有圣灵的帮助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 使我们重新得力 祝我们重新站立 主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主 我们也特别为多家教会 牧师 长直 教会各样的事工的进行 来祷告 求神的恩典在这当中 不断的加添 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和同心 在这样的事工上面 特别是我们即将要满三年这样的一个时候 祝我们在11月15号有改善的一个礼拜 祝福我们好守在过去这接近三年当中 有许多的牧者 许多的弟兄姐妹 许多的机构 来关心我们教会 祝福我们也大大的祝福他们 他们各样在各地各样的事工也祝福在他们的家庭里面 祝福我们相信万事成就在祢的一个恩典的世界当中 祝福我们先上感谢 祝福我们将今天持续的敬拜 持续的聚会 敬仰望在祢的面前 我们将祷告祈求 都是奉主耶稣的敬拜 阿们 接下来来 领受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记者在 约翰福音14章15至31节 约翰福音14章15至31节 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 请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秘密 我要求祝福 不求祝福一拜四天 你们归来保败时 照他来看你们的同胆 我要求祝福 不求祝福 这一个圣灵 而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祂 也不认识祂 也不认识祂 因祂常与人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必可向你们为婚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很多时候 世人不爱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哪里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秘密 都遵守着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你同我父爱祂 我也要爱祂 你也要向祂显现 我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在我爱祂福的 乃是在我爱祂福的 我还要与你们 同处的时候 你将这些话 对你们说了 但好为师 我爱祂福的 我爱祂福的 你们说了 我去祂祂福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多爱我 因我到湖南里去 做地习的 因为福是比我大的 我去祂祖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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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祖福的 我去祂祖福的 祂祖福的 祂祖福的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佳姐愉快 好 那个在这里 大部分的人 昨天都有烤肉 那没有在这里的是 昨天晚上可能 在其他地方就烤肉了 就回乡 或者可能一些的行程 好 那在今天 圣灵宝会师 我们要讲这个的时候 我先来问大家 在生活上 当中有时候 所发生的一个经验 我上次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 我们有时候 相信做的一些事情 都有神的保守和带领 就如同 我前几天 我有分享 说有一次我在忙 不知道吃什么 结果到隔壁 好 对不对 就只要我找个半分钟 一分钟 就完全是满的 不会有一个人刚好站起来 我也不会刚好坐在那个位置吃饭 然后 Tina 他们全家在那边吃饭 后来 他们就偷偷帮我把我吃的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应该是腿裤帮 七十五块 这个负掉 好 那 那时候其实 我就常常 牧师在生活当中 常常就会经历这些事情 我第一个概念就是 感谢主 好 感谢主 像昨天 其实晚上也发生一件事 我们烤肉丸 然后大家在那边聊天 全部都跑十点 十点 十点多 然后后来 那个 明县 明县他就在教会 因为他现在是在租 Michael那边的房子 刚刚Michael要回来 所以他昨天晚上 现在教会的时候 然后 所以我就说 那个忙完就赶好回来 他就在那边 我也不知道我在 不是说 我不知道我在拖什么 就一下子 还有这个事情做 还有这个事情做 结果 昨天晚上 全部都OK 然后 我要回去的时候 结果门锁起来 他说 不对 我是骑脚踏车来的 因为我那个 那个 我就 我请玲瓏 帮我把脚踏车 放在后面 然后结果 我就 又把门打开 我可以选择 投入回去 然后我就把脚踏车 就切出来门 一锁 突然一个人散过来 是一个青年 今天没有在现场 牧师 然后他开口 第一句话 牧师今天晚上 教会可不可以让我住一晚 我就想说 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是跟他姑姑住在一起 然后 他姑姑他们中秋节的人去南部 他去台北 回来没有交接 所以没有要事 然后 然后我就 好 不过我刚说 上面有个叔叔 你上去的时候 稍微跟他讲一下 说没有跟牧师讲 所以我 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 就是在我们 周到日常生活中 一些事情 你如何去解读 你所遇到这件事情 好 我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 有时候 我们可能时间很急 有时耽搁 可是有个很重要的约会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 有时候 如果刚好一个停车位 我们停下去 我们会讲 哇 感谢主 可是换一个角度 没有停车位的时候 请问你怎么样 上帝 你都没有帮我 你看我那么急了 你还不帮我 不对 这时候我们要讲 你会没有停车位 或者你没有时间找到什么 那是你自己 没有提早出门 或你自己有事情 耽搁了 所以我会讲这个事情 就是恩典是本来 我们不应该得到而得到 那可是许多基督徒 在信仰中 经历上帝恩典同在的时候 他后来却发现 后来却变成 如果神不给我恩典 我就不感谢这个神 好 这个是一个 在信仰上要很注意的一个地方 好 那今天 为什么讲圣灵是宝贵师的时候 我们要讲到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圣灵常常透过 就我们没有办法 不好意思我换一下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 回处 回处 好 喂 好 OK 好 这样的音量都就可以了 不用再调了 不然那个回处会很大 好 那 圣灵宝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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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在透过我们生活当中 他不是 虽然我们好像看不到 摸不着 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要 来 来 来这边讲的就是说 那我们如何 知道这个圣灵宝贵师 跟我们平常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在一起 好我们来看下一章 好 好 那 那刚刚牧师前夜所讲的 好 是这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我要先讲 就是说 圣灵是一个训慰者 虽然我们讲 保慧师 保慧 保护 四下安慰那一位 好 或者说在和本 或者一些注释书 他用了两个字 训慰者 训就是教训我们 就是指引我们要走的道路 那同时他是一个安慰者 所以他 用了一个叫做训慰者 但是 在这样的一个解释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解释中 我觉得有一个 我今天还是写训慰者 但是有一个 我觉得说我们可以 来看他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在叙述圣灵是什么的时候 有一个叙述他是这样子讲 我在这边念一下 就说 保慧师 圣灵保慧师 他就是一个帮助者 帮助什么呢 好 其实这个字是从那个法律上来的 然后呢 这个帮助者是比辩护律师这个词 还要宽旺 辩护律师他可能就是在 法律上的一个工房 所以呢 这里的保慧师 训慰师 他指的是 任何一个帮助在法律上 有困难的人 对不对 就是说 他是在法律上 帮助我们有困难的人 欸 这个讲了 我们可能理解了 可是跟我们的生活 好像又更远了 欸 我们平常不会走法面啊 好 那这个圣灵 如果他是一个 在法律上帮助我们 那么要紧的人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角色 那跟我们的生活 又有什么相关呢 好 原来 我们从理解耶稣 像我们审判 我过很多的理解耶稣 说末日的审判 他第一个理解耶稣是什么 是一个judgment 是一个法官 然后呢 他有时候是defense 就是为你辩护的那一个 但是在这边 在这边 他所指的 他原来在每一天 罪恶控诉我们 一直到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圣灵知道 我们要面对控诉者的时候 我们是有困难的 因为他说 你是不是说谎 你是不是以前做了什么 什么犯罪的事 我们演过审判 我们都知道 好 那些人都讲 是啊 我曾经做过这个 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 感谢耶稣 让我接受了他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面对这些罪恶的指控 我们过去生命指控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人承受得住 我们在那里只能承认我们的罪 可是那时候那个恶者 就是不断的要帮我们 把我们拉向死亡的 广罗的里面 而圣灵就是 永远会站在属于基督的人这一边 来帮助我们 所以这个角色 对我们来讲的重要性 就是因为他的同在 因为他的帮助 让我们确信了耶稣基督的救赎 以及他所赐下永生的盼望 如果没有圣灵所做的这个工作 工作我们在面对罪恶指控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在这个当中 站立而住 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第一个很要紧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那第二个 这里说圣灵让我们看到耶稣 今天我们记载的这个经文 刚好是耶稣要受难之前 他替门徒洗脚 洗脚完以后呢 其实门徒还不是很清楚 他讲的话 在圣经的里面 那第十七节 他就说 十五节到十六节说 我要赐下一位宝贵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可是前面他们接受的讯息 是耶稣要离开他们了 那耶稣怎么形容这个宝贵师呢 十七节他说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的里面 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 他们宝贵师 告诉他们圣灵的时候 他们如果 有跟耶稣有个亲密的关系 他们会发现一件事耶 耶稣来的时候 以及约安福音第一章 我说过 第十三章 替门徒洗脚之前 到第十二章 耶稣都是跟这些群众 都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就是上帝派我来的 我讲的话就是天目上帝 要我讲的 我所做的不是我自己要做的 就是告诉他们说 这个宝贵师 他只是一个使者 他只是一个 要让百姓回到神的面前 可是那时候耶稣 在约安福音第一章到十二章 也不断不断的解释说 我来这个世界并不欢迎我 我来并没有那么多人认识我 我来并没有那么多人要接受我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这里所讲的圣灵 在耶稣走了之后 他受难复活圣天之后 这个圣灵在世上的角色 并没有跟耶稣有所不同 并没有跟耶稣有所不同 所以二十节的时候 在这里耶稣也说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的里面 所以在这里 圣灵让我们看到 原来耶稣复活圣天之后 耶稣并没有离开我们 因为刚刚我们念二十节 我们再往前看一节 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就是在历史上的耶稣 或他们所知道的耶稣 要被他们钉死自家了 所以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耶稣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说 保慧师 这个圣灵就是他 会永远永远陪伴这些门徒 所以圣灵让我们看见耶稣 而这个耶稣就在这个时候 从历史上 从旧约圣经里面 也应许的这个耶稣 在这个时候透过耶稣死后 圣灵的降临 他永远永远的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圣灵的保重 所以圣灵让我们看到了耶稣 那第三个 圣灵是一个我们与神同在的关键 好 当耶稣说了这些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犹大 他说不是加利人犹大 就是一个叫犹大的人 他就问了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写线 不向世人写线呢 就说 这圣灵就要帮助我们 这个恩典 既然是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 为什么只向我们写线 耶稣你刚刚讲的这个话 跟你前面讲的话 好像有点合不起来耶 不是这个恩典为每一个人预备的呢 预备的 为什么我们看得见 世人看不见 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 到第十二章 我曾经有讲过 当这些世间的人 有眼看不到 有耳不能听 心里刚硬 然后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 原因是什么 是上帝不给他们显现吗 不显现给他们看吗 并不是在前面 我们已经讨论 至少两次这个问题了 耶稣所讲的 在这边 并不是上帝隐瞒了 这样的一个奥秘 奥秘 或者永生的盼望 不给他 不是上帝有大小眼 乃是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当中 世人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有眼他们也不愿意看 有耳他们也不愿意听 所以我们直接二十二节看完 我们中间一大段 我们先不要看 我们挑到后面 我来念一下 二十二节他说 犹大问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 然后从二十三节 一直讲讲讲讲 讲到 第二十九节 大概这些 耶稣在其他地方 大部分都有讲过 除了有一个平安的重点 等下我们讲之外 大部分都有讲过 可是我们直接来接三十节的时候 三十节怎么讲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用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么醒起来 我们走吧 好 在这里 为什么我要从这边跳过来 因为在三十节有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这个世界的王领道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用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用 他刚刚耶稣 犹大在问之前 耶稣说 我在你们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你们爱我 父就爱你们 你们就爱父 好像在闹口里 在讲这些关系的时候 可是 他斩钉截铁的说 这个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用的 所以并不是耶稣不向世人显现 而是永生的盼望 而是这圣灵的保守和带领 是人的一个选择 当你的选择生命不是跟他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的话是非常斩钉截铁 直接了断的说 在我的里面是毫无所用的 我跟这些的人 我跟世界之王 或我跟像这个世界妥协的人 我是跟你们毫无任何关系 所以我们有没有 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掌揉卷 变成了一个关键 原来如果我们没有接受 我们没有这个耶稣实力复活 祂在天上之后所赐下这个宝会师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引导者 指引者的时候 耶稣说 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这个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 是无分于耶稣的救恩里面 好这个话是非常的直接了当来讲的 好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知道说在面临我们看不到 我们说我们看不到耶稣的时候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 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知道神 神如何透过圣灵 在我们每一天的帮助和提指引 帮助和指引的当中 好所以要知道圣灵有没有同在 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生活里面 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有 是不是过着一个与同神同在的一个关键 而这个关键关乎着 我们是不是能够 跟这个永生的盼望 是在一起的 好那第四个 就是圣灵他是一个安慰扶持者 刚刚我们讲那么多的时候 当耶稣他还在世的时候 门徒和一些他的追随者 都希望耶稣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他们希望跟随耶稣之后呢 他们可以从犹太人 一个被罗马欺压的一个民族 一个现状的当中 来跳过出来 他们希望他们恢复以前 大魏王朝的荣耀 他们希望让人家看到 一个属上帝的一个百姓 一个民族是走路有风 讲话可以抬头四十五度 耶稣是这个样子 可是在约翰福音讲到这个地方 或者其他福音书的记载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告诉他们一件事 不好意思 我不是你期待的那一位 我不是你期待的那一位的时候 但是耶稣的话 讲的话还有没有权利 还是有权利 他们心中还是有期待 甚至于当耶稣要 预言他的死的时候 他们在这里还是期待说 好吧 这如果一切是你要走的路 那你走完了 可不可以让我们看到 那一个很伟大很奇妙的事情 来发生 就是在这个当中 让他们觉得说 耶稣不管他做什么事 到最后他就是怎么翻转 或者他就是让人家知道 他就是神 好 圣经的记载 派我们这样读过来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有没有世界有没有 立即马上 立刻因为耶稣的死 而有了很大的转变 没有 当耶稣死的时候 知道耶稣死 知道上帝派了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边 然后为世上的人 付出这所有的一切代价的时候 多少人知道 没有多少人知道 耶路撒冷的人知道 以色列百姓知道 当时在中国 在台湾 在美洲的印比安人 这些人知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他们可能在他们的想法里面 他们知道有一位創造福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有一位耶稣为他们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当然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好 当时的人还可以 因为耶稣讲的话 得到一些激励 得到一些激励说 好OK 没关系耶稣 我们再等 我们再等个五年十年 你要回来接我们 因为他说你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可是当我们看到圣经的后面 包括彼得前后书 包括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他们都在处理一个问题 那时候教会里面的基督徒 都已经快要 我不敢说全部 有一些要跳起来 为什么要跳起来 他们说耶稣 你好像要骗人 我都快死了 都还没有看到你来 我都快死了 都还没有看到你来 所以呢 当地球继续再转 当日子继续再过 当耶稣死后复活 圣天见证他的这些门徒 一个一个死亡的时候 似乎对于信仰这件事情 似乎对于耶稣所应许保证的事情 人这些人 尤其是基督徒 好像是渐渐失去了这些信心 失去了这些信心 也不知道何时 神有这样奇妙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个当中 基督徒的里面 就有两种心态产生 第一种心态是 算了我也不知道 好吧 那我的日子 就跟大家一起过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在上一次或上上一次 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我说 若是一个基督徒 没有牧师观的基督徒 他不会去将信仰 或者将传福音 当做很要紧的一件事情 好 当这种心态的基督徒 他在这个生活 渐渐看到的 就是跟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两样 而且心里想的是 反正我有去教会 我有聚会 我在家里有读经祷告 我就是OK啦 这个已经够了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 或者根本不认为 很真的喔 在自己的想法里面 根本没有想 他们不认为 自己在世的时候 有可能 耶稣就已经降临在这边 所以 当他们没有那一种 牧师观认为说 这个日子是近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 其实就是跟着这个地球转 跟着这个世界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两样 好 但是在这里 就要问这种的 弟兄姐妹一件事 你怎么能够保证 那不是明天呢 那他可能反过来说 牧师你保证是明天吗 我说我绝对不会保证 而且我清楚告诉你 不管是牧师 任何一个弟兄姐妹 一个你多爱他 一个信仰多好的人 只要跟你说我告诉你 很明明白白告诉你 世界末日就是在哪一年 哪一月哪一日的 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那他就是 我直接用两字 他就是异端 因为在圣经的里面说 那个日子 活着的每一天 我们可能在这一辈子中 遇不到 不是 好 这是一种基督徒的心态 另外一种基督徒的心态 他就是知道 是啊 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应该把每一天 当作最后一天 来过生活 不管是我们自己生命 在面对神 或者我们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这就很重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种的基督徒通常遇到的是什么 挫折困难跟难过 能力比我们好 而且一定难过 而且更有魅力 更会举例子的 在这个信仰里面呢 是谁 因为我们跟他说 耶稣 他的代价 或他最后 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是 这个世界 给耶稣的回应 所以当我们要跟随 他的脚步 而这样做的时候 耶稣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 他知道 这些当 这些东西 将成为我们走 这条信仰道路的记号 所以在今天 要第四点 安慰扶持者 在这里 最后一个重点 我们就来看 那个经文里面 所看的 这是第二十七节 十四章二十七节 它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赐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虑 也不要胆怯 相同的话 在很多的地方 我们都成立 在旧约的时候 耶稣还没有降生 当耶稣 约书亚要起来 接续摩西 来带领主人的时候 在一章九节 他说你将刚强壮胆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不要去怕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你的神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耶稣知道 你们基督徒 若是按着我的心意 按着给你们大使命去传福音 你们会遇到什么事 所以圣灵是一个安慰扶持者 在圣经一样 约翰福音 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 就是在约翰福音 在后面 就是约翰福音 十六章三十三节 他这么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在念一次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读到 约翰福音十四章后面 圣灵保卉师的时候 透过这里我们知道 圣灵他是一个虚伪者 是一个随时帮我们抵挡 恶者的控诉 一直到我们在审判台那时候 他让我们看到 第二个就是 耶稣如何在这个世上 扮演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圣灵一样这样的同在 那第三个 圣灵 圣灵他就是我们 是否与神同在 的一个关键 看你愿不愿意在心中 设立保座 以及当你都愿意这样行 活出神在基督徒一生当中 所交付的使命的时候 他就成为随时的安慰和扶持者 那最后结论我要讲的 结论我要讲的是 一个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就是上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传道师来到我们的当中 这有林迪真传道师 那如果双目灵 你们看一看上面的周报 阿迪就是那个好乐迪的迪 真就是那个真假的真 林迪真 那他也有在QTV接受过真切部落格的访问 所以你们直接打 在YouTube上面搜寻 真切部落格林迪真 你就可以看到他所分享的 25年一个从荷兰来的宣教士 在他台湾服务了那么久的当中 那上个礼拜 他来中午吃了饭之后 然后他也说了一件事 他说 如果在纪要这礼拜上完之后 当我们的今年要受洗的时候 那记得通知他 因为他要来 因为在25年前 他来到台湾 他连话都讲 我们台湾这些话要怎么讲 都还不知道 还没有办法 都在一等还是会讲的时候 上个礼拜 我们在留一些资料 他说 跟优贝尔刚才联络 我说好 然后我就要说 没关系 那我写了以后 需要翻译我再请经理 不用 你写中文 我会看 我看得懂 而且我会讲 我会写 而且他泼泼泼泼泼 全部都学起来 好 但是他讲的意思说 在25点以后 上面透过今年的一个邀约 透过今年在车站 跟他一个相认 这个对于他在台湾的工作 25年的工作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没有想到 25年以后 这样的一个 种下去的种子 才发芽 才结果 这个是让人的心 非常得到记忆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不管 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 他叫做陆迪 陆迪神学家 他长期为 他的手稿文献那中 都可以找到 他长期为两个朋友祷告 祷告多久 感谢主 目的也活很久 他为这个朋友 祷告了50年 两个朋友 然后有人就讥笑他 你又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又是一个神学家 啊怎么 传福音传得那么联工 那么联工 两个人祷告50年 还不来信上帝 然后就问他说 那为他们两个祷告 是有用的吗 那个目的想一想 或者人家问他的意思就是 上帝的救恩有在他身上吗 目的想一想他说 到目前为止 如果上帝的救恩 没有在他们身上 为什么我到现在 还有这个感动 要为他们祷告 这是他回答他的 后来目的死掉了 这两个朋友 还是没有信住 之后两年 他死后两年 这两个朋友 就信听了 我并不是说 你祷告的朋友 在你死掉以后 没有信住 或者怎样 并不是 而是目的他所分享的 他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他知道什么是 上帝透过圣灵 让他明白 他一辈子 所要做的事情 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真实的 来经历他 圣灵也知道 我们的小气 我们的软油 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能够给我们更多 他同在的记号 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 让他能够随时 看到他的福祉 和帮助 我们同心 来祷告 爱我们父神上帝 谢谢你如此爱我们 我们真的是 小心的人 在我们看不到 摸不着的时候 我们常常从 谨守你的诫密 明白你的心意 转而 看看大家怎么做 或者在这个世界 寻找成功的定位 圣灵保慧师 求你无时无刻 在我们的心中 设立的宝座上 坐着为王 求你随时 训诫安慰我们 让我们能够 在你的慈神爱说的当中 随时能够 醒在主恩典的道路上面 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 能够透过你 给我们无比的盼望 以及信心 当我们在心中 难以抉择的时候 求你发出 虽然可能很违响 但是在我们的心中 却无法去抗拒 或者无法去消除的 一个声音 因为这将使我们 保留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更要紧的是 可求圣灵帮助我们 不管在我们的教会 不管在我们的家庭 都能够作者为王 因为我们的生活 是无法脱离我们的信仰 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没有了这个信仰 对我们来说 无非是走在神的恩典之外 圣灵保卫师 求你就让每一个 弟兄姐妹 都能够在生命的当中 亲自的来经历你 因为在信仰里面 没有继承 我们只有通过 包含我们的长辈 我们周遭的朋友 他们自己对生命的 见证和议认之后 我们的心 发出如此的渴望 我们才能够建立 与你真实的关系 谢谢你如此爱我们 从你继续保守 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 阿们 感谢牧师的勉力信息 愿传达神的信息 听得去其得同德祝福 我们大家以诗歌 来回应上帝的话 圣事一百五十五首 我心无尽力的情 我心无尽力的情 我们请起立唱这首 我们请起立唱这首 рядő parti 圣事一百首 圣事一百五十五百十五十 三百十五十六百七十十六百二十十二十 五十六千二十十十五百十十六百一十十十十十六千pt 我命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非你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我命我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